现在是4月中旬 多伦多 今天我们来看看这里的小花 朋友们你好 我是石珍 这是养花园一地频道 欢迎订阅 我们看别人的花园 别人的花不仅仅去欣赏 更重要的是给自己一个想法 一个参考 把自家的花园打扮漂亮 眼前的这一片叫Kiyono Doxa 这是春天常见的小花 它常见的颜色有 我们现在看到的粉色淡粉色 还有天蓝色 看看它不仅仅是纯的蓝色 而且花心是发白 更显妖艳 这种小花不仅耐寒 而且还可以自剥 它适应这个地方生长以后 一个是它的小底下的小球根 小蒜一样的球根会越长越多 另外它开完花节的种子 会散布在周围 这一大片 这一小片会长成一大片 看看这个小花坛里头 虽然夏天是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 但是在春天 这个Kiyono Doxa 星星点点 这种小花它不仅仅适应这种花床 比如说是个土壤非常的肥沃 它也适应非常贫瘠 干燥夏天一点水都没有的斜坡 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它可以和其它花共存 它只是在春天的时候露个小脑袋 给你一些欣赏的颜色以外 夏天就消失休眠去了 生命力极强 但很有礼貌 这种小花是在秋天9月份上架 它卖的是裸根的植物 一包一包的 它里都会有几十颗小蒜 像Costco买的大包装 一包可能也就是这么一小片 如果你要想马上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多买 另外常见的都是这种蓝紫色的品种 好了 这个小花Kiyono Doxa 今天就说这么多 欢迎全网搜索石针加花名 希望有更多的视频你喜欢 这是个养花运营频道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